下边有的介绍 那这个是边有圆膏 那这个是我直接把它涂上去的效果 然后这是干了的部分 它比较厚 那这个是比较薄 那你看干了以后 你看它很厚 指甲都可以扣大 这是圆膏 那这个部分是我对了水 对了水 圆膏占3 水占1 那就是3对1 圆膏是3倍 水是1倍 我也是这样涂上去 它的浓度还是蛮厚的 然后这个部分是它干掉的 干掉的部分 这边是比较浓的 这边就是涂的比较淡的 接着这个是对了水各一半 对了水各一半 好 那这个部分它是比较厚干的 然后这个是没有干的部分 也就是比较薄的部分 好 那另外一个 这一个是其他品牌的东西 其他品牌的东西 我也一般都是这样擦 那比较厚的 它这个牌子比较薄的部分 比较薄的部分 OK 然后我们发现得到 你看这个颜色它已经干了 然后这一块 它颜色还是没有很干 那也就是说它的浓度不够 浓度的不够 好 那接着的话 我们就上在皮带上面 侧边来看得到 那你看得到这是浓的 这是对了三分之一的水 这个是对了一半的水 那这是其他牌子的 好 然后你看到它的浓度 离它的浓度 好 那这一块 这一块是原奶 就是膏 一笔就是原药膏 这是对了三分之一的水 那这一块我是已经打磨过了 用打磨棒打磨过了以后 然后再加那个定色液 也就是定色光油 定色光油 然后在上面又涂了一下 所以它就很厚很扎实 而且有亮度 那如果你不要亮度的话 那就不要上那个定色光油就行了 好 那这一块也就是 这一块也是我已经处理好的部分 然后这一个部分是对了 这个部分是对了一半的水 那这边是其他牌子的 那这个也是打磨过后以后 而且加的定色光油 比较亮的部分 好 那总体来说就是原膏 它有弹性 而且很厚 好 然后这边就比较淡一点 比较淡一点 然后这边又更淡 那也就是说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个人喜好 还有你是弱格还是直到格 然后去做调整 那还是 цент别人来说 好 üyorum 又我跟班 这边的赢套 你们